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贵妃 杨贵妃当时进宫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一人受黄封全家都当官 杨贵妃的三个姐姐 唐玄宗分别封为秦国夫人 韩国夫人 还有国国夫人 杨贵妃的唐兄杨国忠则被封为宰相 你说杨国忠当宰相有什么本事啊 什么本事也没有 就因为杨贵妃的姿色 他就当了宰相 在当时谁要是想当官 要想升迁 都得到杨国忠面前排排马屁 所以很多人为了升职 就到杨国忠的府上去送礼 打点 不过也有例外 在当时陕西有个读书人叫李嘉 他自从中了进士之后啊 就一直没有得到实际的官职 这进士只是个职称 在这放着 没有官职 他就只能在家干等着 就有人劝他 你走走门路吧 李嘉很有细节 他什么门路都不走 就在家等着 说这一天 李嘉的朋友来请他吃饭喝酒 就劝他 你不能在家怎么干等着了 你得活动活动 你要活动才有机会啊 你让我往哪活 让我往哪动 往哪动 上长安啊 凭着你这进士底子 也有点功名 你到杨国忠府上去啊 你只要是厚厚的礼 这么送上一份 让杨国忠知道你这人要不要官职 那就是一句话啊 他就是个靠山啊 靠山 我看他不是靠山 那他是什么 我看他是冰山 冰山 你说他是冰山 对啊 这冰山难靠 你说杨国忠现在全清朝野 他就是靠着杨贵妃那姿色 还有什么什么夫人的 我看这情况不会久远 杨国忠靠不住 他就是个冰山 只要太阳一出来一照 这冰山就融化了 我要是靠他 太阳一出来冰山一化 我不就掉台里去了吗 哎 这话你可别瞎说啊 这要是让杨国忠听到了 你可是倒霉了 当然啊 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 我说给你听的 得得得 全当我白说 你呀 就这么干等着吧 过了不久 安禄山以新军策为名 新兵叛反 一路就打到了长安 唐玄宗只能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 到了马维义这个地方 三军不肯再往前了 要求惩办杨氏兄妹 杨国忠被手下士族给杀死了 旁的玄宗被逼无奈 只能将杨贵妃给赐死 还真就印念了李家顺的那句话 杨国忠这个冰山啊 融化了 所以冰山南靠这个成语 就这么流传了下来 它的意思就是说 全世不能长久 难以依靠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